生日快樂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10歲囉 在生日的日子裡面 非常多的友好館 還有就是學術單位的 跟我們海科館平常就有很多合作的這些老師 還有各部會的一些長官們 今天也都蒞臨 剛好是竊的這個今天的機會 也跟國立故宮博物院也簽了一個合作備忘錄 那海科館這10年來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 所有的夥伴的一個幫忙 所以讓海科館業務也蒸蒸日上 那在這10年的日子裡面 我們其實也推展了整個10年的成果展 還有再來就是我們邁向未來的永續的這樣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也會推出非常多的 包含這個保護、保育、育種、海洋生物的這一些所有的議題 甚至是研討會甚至是特展 都會在海科館這邊進一步的去呈現 所以海科館不只是承襲了以前博物館的功能 也會邁向未來在前瞻永續這樣的一個使命 那繼續能夠在台灣的博物館能夠發光發亮 那也進一步希望能夠航向全世界 讓全世界看到台灣有一個這麼棒的海洋生態的一個博物館 館慶活動中特別安排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雙方簽訂合作意向 在教育推廣與專業研究一起攜手合作 故宮博物院非常高興可以跟海科館歷經了六次的合作 所以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這裡 那延續我們過去的情侶簽了合作備忘錄 那也祝福海科館生日快樂 館慶現場貴賓雲集 佛陀紀念館館長也特別率眾前來共襄盛舉 議長同姿委給予滿滿的祝福 非常欽佩海科館的這個館長跟我們故宮博物院院長 共同來這個合作跨域跨領域來整合我們的相關博物館資源 還邀請到我們這個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 三館一起聯合來去那個慶祝我們十周年 我想是一個非常有創意 然後非常有新鮮感的一個模式跟活動 我想這個時代呢就需要這樣跨域整合 我想我們所有中央跟地方的資源大家互相合作 會讓我們的海科館跟基隆市共榮共好 未來的十年我們也希望基隆市 可以再繼續跟海科館共榮共進 讓基隆市成為真正海洋城市的代表 也謝謝海科館 祝福海科館生日快樂 歡慶開館十周年 從今天起陸續推出了十大好禮 包括了農曆春節展開的媽祖文化體驗及祈福活動 以及每月壽星獨享的入館優惠 一系列的活動 要為大家營造一處國內 國外兼具生態科技環保與智慧的國際化博物館 豐富多元的館慶系列活動 都可以上網查詢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